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补铁小编 随着台韩版的游戏进度越来越近 很多韩版的资讯不再像过去一样 可以预测某次活动会搭售哪些商品 譬如说黑暗骑士推出之后 并没有马上开放冲晕技能购买 只能花转跟打到的玩家拉 当玩家开始在网路上出现一些反应的时候 官方才提前一周开放购买 不过这只是一个例子 在进入主题之前先跟大家做个说明 下面的评论主要是让有预算考量的玩家思考 假如你是没有预算上线的玩家 这部影片可能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帮助 右上角恶魔王单手键的消息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不妨去看一下吧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想知道更多更详尽的天堂M攻略情报 别忘了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以及旁边的小铃铛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影片上架通知 公司想的是赚钱 而玩家想的是如何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利益 自古以来就是很矛盾的事情 而公司用各种数据分析 找出玩家最能够接受的课金方式 啊不 这个可能很少存在 应该是说找出玩家容易冲动的课金方式 稍加包装操作甚至炒作一下 就能做出相当可观的营收 在博弈般的游戏机制设计下 聪明人都知道十读九书 而大家都是聪明人 但为何明知道会九书 却还愿意砸钱十读呢 还不就是为了那个字 这个字我们待会再说 十读九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成语 但如果十读一定只有九书的话 这一成的奖励这么肥美 不拼一下对不起自己的欲望啊 在现实里面 十读九书真正的意思 比较接近十读九乍 成功的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是一种地诱 偶尔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付出更多的钱 好处可能会来得更快 如同小编在上一部影片里面所分享的 但我们都没有把握 下一次一定能成为那个百分之十的人 商品经过精美的包装之后 你会觉得花钱是买一个梦 没有错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字 当然 你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字 不过事情总是一体两面 我就用梦来说吧 再过不久之后 台版即将来到两周年 四种赎回卷 有机会让玩家 拿回强化或合成失败的东西 不过在这之前官方已经预告 即将在九月推出Gama Coupon 3 并且在8月27的更新之后 推出商城的饰品礼包 这两件事情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关联 如果照韩版更新的顺序来说 Gama Coupon 3 应该是可以再次强化 并且赎回强化成功的饰品 所以这个礼拜 推出饰品礼包给玩家充 即使爆了又有一次免费的机会 可以拼手去赎回 便宜的礼包再加上免费的强化 想要拼饰品当然就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啦 诶等等 重点来了 这一次的饰品礼包的确是非常的便宜 想充饰品的话呢 小编也蛮推荐把握活动期间入手 但是失败的记录 会不会列入Gama Coupon 3里面呢 这个官方还没说的事情 不能打包票 但万一不能呢 好吧 如果你都决定要充饰品 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这种活动是很难有下次的 说到这边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心动呢 不论怎样都应该要买一包对吧 如果是的话 小编的巨型安排就算是成功啦 这也就是所谓的操作 在已知而且可以期待的活动之前 推出活动礼包 透过玩家自主的分享和主动操作 使得礼包的销售量有正面的帮助 而玩家也会因为未来还有免费赎回的机会 而放下新房去课金 八百九八百九八百九 就这样一笔一笔的刷下去了 以往的活动商品常常跟着韩版的脚步走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 想要玩家拿钱出来 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活动顺序 再施加一点小会 哐啦哐啦的钱币声就这样出现啦 说了这么多 充饰品还是得看几率 充过的人高调截图分享 失败的就会自己摸摸鼻子 继续下一次努力 虽然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但是八百九十元可能是你一个礼拜的吃饭钱啊 想想我们前面所说的 入手之前你想好了吗 顺带一提 台版的新同学也开始陆续返校啦 校园虽然热闹 但是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惆怅啊 最后我们还是祝大家冲装顺利 离开影片之前 如果觉得小编的分享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按下右下角的订阅和小铃铛 就能随时收到最新影片上架通知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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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